大人們蹲下來挑選適合的衣服 而每一個攤位還有一位小朋友在看管 這是藍芸的幼稚園在活動中心 舉辦的親子活動 小型的跳蚤市場 先引進百位家長和部落居民來買東西 而幼稚園的小朋友 則擔任攤位業者的角色 其實在當中可以讓小朋友學到 你怎麼去經營自己的店 那你怎麼去訂那個價錢 怎麼跟顧客應對 我覺得其實是當中都讓他們 確實的實際上去當一個老闆跟一個消費者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市場裡有全新的毛毯 各式各樣二手物品以及文具 而現場還有小朋友喜歡玩的趣味遊樂場 多達十幾個攤位 小老闆認真地拉攏消費者 而家長也在旁邊幫忙小朋友叫賣 你要講一個老闆二手貨 二手貨 對 二手貨 這是新奇的好玩的通通遊 新奇的好玩的通通遊 你要說多少 目前賺將近兩百塊 兩百塊 園長表示這是幼稚園第一次舉辦 跳蚤市場活動 配合婦幼節也讓小朋友和家長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而這次的收入將會提供為 今年小朋友畢業旅行 在島上騎單車環島的費用 記者是我們達聖 台東南語採訪報導 一定會以下 我們要讓大陸 包括!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